想了解明星们的八卦新闻吗 想聆听最新鲜的流行歌曲吗 敬请每日关注 娱乐秀秀秀 新的一个月份 新的一周 新的一天 一切都是崭新的 不变的依然在这里 AM1450美国中文电台 娱乐秀 下午点准时开始咯 我是主持人小芳 娱乐秀节目 今天各位有没有穿新衣服 来迎接新的一个月份 五月 May May you happy 欢迎来到娱乐秀节目 我是主持人小芳 这个刚刚过去的周末网络上真是不消停 各种的你来我去各种的事情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4月28号中国的一位编剧 史航意外的走红 但这样的走红方式显然不是他本人愿意的 对于一个十几年前利用自己的编剧身份 对女性粉丝进行性骚扰的史航 这次的翻车显然来得太迟了 尽管他参与过雷雨 铁齿捅鸦 季晓兰 射雕 英雄传等电视剧的创作 但是他的才华依然是局限在他的小圈子里 所以估计收音机前很多人跟我一样 对这位肥头大尔长相 苛诚的知名编剧并不那么熟悉 到目前为止 先后有六位网友站出来曝光 仅仅是这六位网友的讲述 就足以让这位衣冠楚楚 内心猥琐的编剧斯文扫地 而到目前为止 史航本人也进行了回应 他的主道的内容就是不述时 全文也很简单说 网上涉及我的文字 我看到了情绪我理解 但情况不属实 这三天 我一直没有回复网络上的诸多质疑 因为我正试图找到妥当的办法 在保护双方隐私的情况下 还原事实 然而给自己相识的女性 带来如此的感受 是我真正的失败 十分欠疚 啊 这段话信息量很多 这个背后的意思 欠台词到底是什么呢 对此众多的网友发表了观点 有人说 啊 别急 我还没编好呢 意思就是 我要想一想怎么说这个故事 也有人说 看来是坐实了 如果是污蔑 早就微博发上十几二十条了 在那拼命解释 截止到5月1号 多家的出版机构 也和这位史航编剧 解除了合作 其中有一个出版社 摩铁图 官博就发文称 与所有读者一样 房思琦的初恋乐园 是我们非常珍视的作品 今天开始 我们已经对房思琦的初恋乐园中的 史航推荐语进行了删除 删除范围包括电子书 在版纸制书中的文字 以及留存在各网络平台中的相关内容 对近日的媒体报道 我们也会持高度的关注 对于各种形式的侵害行为 零容忍 未来我们将以更为严谨的方式 对待图书的推荐工作 房思琦的初恋乐园 这本书我看过 是台湾作家林亦涵创作的长篇小说 讲述的就是美丽的文学少女房思琦 被补习班的老师 李国华长期性侵 最终精神崩溃的故事 这本书的这个故事 怎么说呢 非常的压抑 而现在看来 史航作为推荐人 推荐这本书 真的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啊 而与此同时 饥饿游戏的系列中 饰演小妹波利姆的一位女演员 威洛西尔德斯 最近也更新了社交软件 非常震惊的是 他发布了一张自己全裸的 但是是侧面的自拍照 拍得还挺美的 然后附上了很长的一篇文章 以此来反击黑客 以他的私密照作为威胁 对他进行勒索 哇 这个反击真的是 他发文说 我不会忍受任何的荡妇羞辱 这就是我的身体 我来选择把它展示给谁看 漂亮啊 这里我说的漂亮有两重意思 就是反击的漂亮 第二就是他的身材真的是漂亮 而另一位与此同时 陷入这个周末的网络口水战的 则是周杰伦 这位天王 首先呢 是周杰伦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 有些艺术家 有些艺术家 一辈子在求新求变 有些人呢 以不变应万变 请问如果已经是第一名的人 要怎么变 该动态一发不变 引发了网友的争议 许多喜欢周杰伦的粉丝都觉得 哇 太狂妄 太会说了 然后呢 就是好言相劝 劝偶像 保持谦虚 保持进步 也有粉丝表示 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 艺术领域从来没有第一 只有开创新鲜的第一人 如果你只停留在销量 超越他人及满足 那你的艺术发展 很快会因为自满而退化 面对网友的冷嘲 热讽 这次周杰伦选择的是 我要回怼 所以在五月一号的凌晨时分 周杰伦连发三条帖子 在网上互撕 在发出的体文中 它是图文并茂 一只狗对一个马说 我想留张字条 引起注意 你不是第一 你不是你不是 而马呢 在佩文下面写道 没有周氏幽默的朋友 请不要来找我 狗狗的下图 佩文又说 我在圈子里待了这么久 他们总是在那儿吠 就是叫的意思 但他只是第一名嘛 那里有什么呢 真是 然后马的佩文又变成 因为高处不胜寒 至此呢 评论区当中更热闹了 不少喜欢他 多年的粉丝 都纷纷表示很失望 这个周杰伦怎么会 继续表示这样的状态 心情 有人公然表示 这不是我喜欢的周杰伦 周杰伦不会这样子的 质问他 为什么不能够 像前辈那样 保持低调呢 但是也有人指出 这么多年唱功 饱受诟病 才华枯竭 但时隔二十多年 他依然站在顶峰 靠着自己的实力 难道他不配吗 试问 这第一名到底要多强呢 有请三年二班的周杰伦 出列 去找出报告 去找出报告 三年二班 周杰伦 马上到去找出来 小杰伦 优优独播出 中文字幕志愿 表情不用太紧张 我是三年二半 我转心打球的车脸还蛮好看 黑板是吸收知识的地方 只是教室的阳光 那眼神我不太喜欢 没有潮潮的自然 位格比较漂亮的都是这个笔板 还有考卷的答案 我刚好都不会算 没关系 再继续努力 没关系 为什么 上的是举手感难 为什么 把线上帮我简单 为什么 一生不喜欢太胖 为什么 把别人的手提在下 这上半场就这样 大发辞职组织乒乒乓 开手奔打 展开课萨 就是高级乒乓 没转机脚乒乓 现在速攻乒乓 对墙比赛 联系乒乓乒乓 这边爱你 没有护占 不用问 一定有人向你挑战 特别还要看 我谁乖 不用怕 告诉他们谁是男子汉 看爱 没有这边护占 不想问 我只想能留一点汗 我当我自己担担 我想说 选择对手 不要打得担 不想说 不想问 一定有人向你挑战 特别还要看 我谁乖 不用怕 告诉他们谁是男子汉 不想问 我只想能留一点汗 我当我自己担担 我想说 选择对手 不要打得担 选择对手 选择对手 今天 不要表扬一位同学 当会校正宝 我们要上到看齐 我不想就这样一直走 每天都遇上充满第一那种的光 等机会就是要打到对方 这种结果我不要 只需要的骄傲 这目的很好笑 我其实都知道 你只是想炫耀 我永远做不到 你永远赢不了 我永远做不到 你永远赢不了 永远都赢不了 走下乡 旋转满肉滑翔 为什么 怎么记得你做不到 坐这乡 这种爱想方向 为什么 这种事对你最棒的 秒分飞翔 装过这条小巷 为什么 怎么记得你做不到 这西乡 这种生活暗翔 为什么 这种事对你最棒的 不要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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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速当时是乱自汗 高速当时是乱自汗 不想问我只想要留一点汗 我的脑子最有才高 不想说说成最少很大大的场 再遇想就这样一种 没有头遇想充满抵的那种阳光 这几个人就这样浪到天荒 这几个人不要学到他骄傲 再遇想就这样一种 没有头遇想充满抵的那种阳光 不想问就这样浪到天荒 这几个人不要学到四角奥 走下向 寻找男人要想 转车向 转车向远向 苗飞向 穿过这条小巷 仔细向 这种山花南向 非常新鲜的娱乐资讯 非常八卦的明星艺人 非常好听的流行歌曲 敬请每日关注美国中文电台 娱乐秀 这么简单你都做不到 不断被打击 被不看好的周杰伦 终于拿到了第一 我要做我自己的裁判 已经第一了 你还要怎么说呢 是可以狂一点 欢迎回来娱乐秀 music show 后面还有更多的明星音乐方面的消息 首先来还是关注电影消息 这是两则网飞的最新动态 据了解 网飞已经拿下了大导演亚当麦凯 所编剧制作导演的新片 普通身高普通身材的版权 这也是双方继不要抬头之后再次合作 而眼值原方面也可以说是全明星阵容 罗伯特帕丁森艾米亚当斯 小罗伯特唐尼弗里斯特惠特克 还有丹尼尔戴德怀勒任主演 帕丁森在其中饰演一位连环杀手 他请了一名政治家的说客 想要涉足政界去改变法律 这样可以让他更容易从谋杀案中脱身 唐尼饰演的是一名退役的警察 他不愿意放弃追捕这名杀手 而杀手也试图阻止警察的穷衰不舍 所以他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件沸沸扬扬的大事件 一个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时的人物 来隐藏他真正的动机 在故事中亚当麦凯将会描述一个更加变态 并且光怪陆离的社会 很显然这部电影也属于麦凯所擅长的范畴 就是属于社会性的喜剧作品 麦凯是从低俗喜剧起家 他曾经长期在周六夜现场担任编剧 2015年自编自导了剧情电影大空头 该片获得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改编剧本奖 也入为最佳导演奖 从此一路风光 另外即将在网飞旗下发行的是 上映了20多年之后的经典动画 定格动画小鸡快跑的续集 小鸡快跑鸡快的黎明 目前也曝光了人物海报 海报上那些人们曾经熟悉的老形象都一一亮相 这群小鸡又踏上了逃跑的路程 整招海报也充满了奇思妙想 而角色的造型也比原作有了长组的进步 桑迪纽顿将为金歌配音 雷霆沙赞的扎克瑞莱维 将配音洛基 贝拉拉姆奇配音女儿莫莉 本片是由沙姆菲尔指导 讲述洛基和金歌 跟逃出来的一群小鸡居住在一个岛屿上 似乎开始过上了完美的生活 但新的威胁又来了 改变了这一切 那我们在show time 继续快乐休闲的下午时光娱乐秀 继续来秀一秀 各位明星最近的一些日常 就在周末刚刚过去的4月30号 杨晨琳发微博晒出好多美照 告别4月发文说 哇 咻一下 4月就要过去了 有开心的时候 疲惫的时候 沮丧的时候 也有幸福的时候 其实几个形容词 很难说明我这个月所有的感受 总之是滋味满满 我准备好迎接5月了 无论是什么滋味等着我 都是好滋味 然后第二天转而就是 5月1号啦 杨晨琳又发微博 晒了六公格的写真 祝大家5月快乐 写道 有什么想做 却还没有行动的事吗 不要犹豫了 再犹豫 时间不等人哦 我不知道这些激励人心的这些文案 都是哪里招来的 还是她内心真的这么想 另外5月1号 高圆圆也在微博中分享了 一组白裙的随拍照 配文5月的风 照片中高圆圆一袭白裙 优雅有气质 似乎又回到了那个 嗯 亲嘴女孩的那个状态啊 沈梦辰也在微博中晒出 假期和孟佳 和玉可为处有的照片 发文 一个人头攒动的土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一些很浪漫的事 女朋友之间也有很浪漫的事 还有网友在迪士尼 偶遇到孙黎邓超一家人出游的照片 带着儿女一块在排队啊 做那些游乐设施啊什么的 另外八卦媒体也拍到了 紧波人和超模刘文的牵手出街照 两人始终没有正面回应 但是已经是在正式谈恋爱了 相信哦 两人都穿着休闲卫衣 感觉非常的恩爱 就像普通的情侣一样 还有一对老夫老妻 袁洪今天发文回应 曾经在婚前的时候 说好的将银行卡的账号密码 发给老婆张欣逸 她说 说一下后续的情况吧 我给了她 她没要 而且到现在都没要 结果张欣逸马上就转发回应说 姐又不是不能挣钱 要卡干啥 你把家给我养好就完事儿了 简直是一个大男子 碰上了另一个大女子啊 这边要秀的都是自信和优秀的人 正在美国读书的徐娇 就这位新女郎 发博文晒出她的全A成绩单 并且配文 最后这个学期成绩出来了 好开心哦 又有Distinction了 而且她把每个课程的分数的截图都晒出来 然后搭配了一个自己 举着一杯香槟酒皱着眉头的照片 显得古灵精怪 非常的可爱 据了解徐娇已经在美国有留学7年了 2016年徐娇是考入纽约视觉艺术学院 先后获得表演和导演的双学位 然后今年又顺利获得美国美术的学士BFA学位 哇是还挺优秀的 我始终觉得徐娇因为打小从童心出道 但她一直是一个很清醒的女孩 从来都不教不造 而且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在杭州的时候读的也都是很好的学校 而且她一直都有自己的人生规划 并且在认真执行 就在这个周末 张小飞发文祝贾琳儿生日快乐 说姐姐新的一岁 每一天都尽兴尽情 健康快乐 而配上的图片呢 是贾琳儿和张小飞在电影 你好李幻音取景地的一张合影 2021年也是这样两位姐妹花 凭借你好李幻音一路逆袭成为当年度的最大黑马 而最近张小飞又在一个剧组拍戏的时候 暖心的回复粉丝的留言 叮嘱要好好学习 据了解目前正在拍摄的这部新剧 就是两个好姐妹的再次合作 电影的名字叫转念花开 影片主要讲述一个单身女孩 加入了一个反传销组织 这个主题挺独特的 其中也充满了幽默感 相信贾琳儿拍出来的 会有很多搞笑的场面 包括深刻的现实意义 而作为2.0版本的 你好李幻音的转念花开 无疑在影视指导方面 应该会更加成熟 贾琳儿应该会有些全新的尝试和突破 想必在质量方面会更加成熟 自然有看点 也非常期待这部高热度的转念花开 能够不负观众的期待 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 而今年是粉红女郎这部连续剧 台湾好像叫色女郎 开播20周年 就在今天5月1号 其中的结婚狂刘若英发微博 回忆了当年接演结婚狂的一个经历 然后他说20年了 真是不敢相信 到现在还有人提及此片 真希望看到此片的人能够开心 那也是我们最开心的事情了 各位还记得吗 粉红女郎当中的四个女性 结婚狂 男人婆 万人迷 还有哈妹 这只是剧中四种类型女性的缩影 而生活当中每个女人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 感谢各位关注了今天的云乐秀节目 我是主持人小方 明天再会咯 最后我们来欣赏的歌曲也是 粉红女郎当中的片尾曲 由刘若英带来的 一辈子的孤单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这样孤单一辈子 天空越未来 越怕抬头盖 电影越圆满 就越觉得伤感 有越多的时间 就越觉得不安 因为我总是孤单 过着孤单的日子 喜欢的人不出现 出现的人不喜欢 有的爱犹豫不决 还在想他就离开 想我要将就一遍 却发现将就更难 于是我学着乐观 过着孤单的日子 当孤单已经变成一种习惯 习惯到我已经不再去想 该怎么办 就算心烦云乱 就算没有人作伴 自由和落寞之间怎么缓算 我独自都在街上 看着天空找不到答案 我没有答案 我没有答案 当孤单已经变成一种习惯 习惯到我已经不再去想 该怎么办 就算心烦云乱 就算没有人作伴 自由和落寞 自由和落寞之间怎么缓算 自由和落寞之间怎么缓算 我独自走在街上 看着天空找不到答案 我没有答案 我没有答案 天空以为蓝 我会抬头看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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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订阅 Chairman Prime 程